好 玩具TV 第22季第四集 現在來到 看我好像在溫書一樣 要介紹的就是桌上 足足可以遮到一個上半身 遮到我們唯一專業的主持 Transformer Revenge of the Fallen 最受歡迎的角色 天火老爺爺 沒錯 你別說造型 本來是變形 是不是SB…不是 截機 你只是飛機也值回票價 是帥仔的 整個盒子都很漂亮 這次算不算是最高價的產品 又未試過 他們的Premium是很貴的 這個是DLX系列 對 絕對不是這個Premium系列 那次是DLX 剛才德哥那次是DLX DLX DMS 他們Premium系列再大一點 就是3000多元 那個就是DLX 那個是Premium 這個是零售價2300多元 零售價官方2300多元 你看到Cell Code 其實也是去那間店購買的 7就7就7吧 沒錯 賣廣告很正常 這個曲 這個曲 對 Mokka真的很幫忙 看到嗎 這個盒子就… 是 美靈美悶 你撿人2000多元 好了 說完了 你要說價錢的 不是2000多元 2300多元 好 我們網店有的 說明書在這裡 其實都不薄的 我只是給最後那一版 31 可想而知 裡面會是多麼精彩 格格都有這個採頁 和很詳細的介紹 為什麼呢 一會兒你就知道 你31頁其實我覺得不夠 好像人家Hobby Japan的特刊 嘩大哥 這餐東西你買回去 你還沒玩過 足夠你玩半天 我看到你有些貓子在 始終是要一點 不過最重要 都是頭那一版 這隻天火 其實我們片出街 可能差不多出街 因為香港都開始派貨了 原來整隻 大家可以看到 一個尺碼大概是有15吋谷 38多米 說完基本的事 65個關節 其實真的不止 65個關節 阿摩卡 繼續 關節量那麼多 很忙 要轉隻東西 你繼續吹吧 配件方面 有一支喜樂甲 即是一些拐杖 和阿柏文合體之後 會有一支大型的機關槍 和大炮那支 好像不是機關槍 他有寫機關炮 他不敢寫我們這樣讀 有兩對可換的手 可鬆手和可持拐杖手 即是沒有可動手指 即是沒有可動手指 還有一個專屬的DLH專用架 你聽到聲音 這個專用架 是有一支棍 非常實質 還有一個桌子 剛剛玩過了 這個 這個 我調轉了不好意思 不過左 得罪港隊 怎樣 好像小了一點 相對天火來說 他的腳掌踩上去之後 會不會出隔 我想他真的不想踩 我們是浮起的 天火裡他經常飛來飛去 明白 原浮狀態的時候 因為他這個架應該是GENERIC 這個地台是GENERIC 沒有錯 應該一直都是用系列 那我清楚了 好 看看主體 德哥玩的很細心 其實他比較多零件 其實大家知道玩天火 買得這隻 你不會只玩阿伯伯 你基本上都是要把它拆散 把這個最精彩 在劇中重現的情況 就是在這裡 為什麼天火要犧牲自己 把自己的甲 給了Apartment 就是這一段 我個人覺得這麼多集 劇場版的變形金剛 講打鬥來講 那一節都應該是史上最精彩 不過這一刻我們先講到天火獨立 待會我們這段影片後半段 我們就會有兩個變身 變身時間真的非常長 交給你 所以就 一起來 我想先看看色相 表面處理 我覺得這次也做得很漂亮 因為你知道深灰黑色 這種類似佔基的灰黑色 Stack Fighter 只有一年剪幾個 那個舊化也叫做好色 黑到好處 也有很多marking 在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大致上 總體來說都做得很細緻 德哥可能說 其實看顏色是挺喜感的 其實顏色真的做得很好 但大腿噴射器的舊化又不同 幾種不同的舊化處理 都會有心思 也沒有說over 因為有很多時候 玩舊化會是一批 即是 其實早期很多公司 嘗試做舊化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不論什麼比例 你都看到不足是這樣 很重手一下 現在已經是去到那個level 是像是模型師的手工 已經不覺得是那些大量生產 那種氣味 是啊 真的 剛才打黑他拿起手 那一下 覺得是像玩模型的 當然就不用自己砌 但其實拿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需要砌一段時間 我想5-10分鐘左右 即是要快手 因為很多件是散開了 包裝裡面 然後砌上去 但玩起來又不是很模型的 即是很容易爛 又不是的 玩下去都是 它不會爛 不過設定姿勢也是要小心的 因為有很多細件 所以你可能設定姿勢的時候 會有些盔甲是會脫落的 設定好之後 再裝上去 因為這個是真的 有時候真的磁石 它不是入筍位 就是磁石 所以是少少容易會脫落的 這是事實 但對於玩家來說 不是壞事 因為你不用刺到手都爛 我覺得以一個這麼大隻的玩具 以及一個這麼嚴殘的設計 這就不關玩具的開發的問題 而是它本身電影裡面的設計 這東西就是很嚴殘 即是很多東西都被填出來 反而我真的覺得挺欣賞 即是電影過後 我回來看玩具 就覺得當天那些concept artist 是做得很棒的 即是望著Megatron 那些感覺是 有它的特色之餘 它有精細度 它不是去到一個PC底 你那些精細得過癢 但看起來你永遠看不完 所以這東西就是一個 即是你可以玩設定姿勢 即是未必可以放在手上 依望運撞的機械人玩具 但你可以設定不同姿勢 可動模式 要斯文一點玩 但這一刻我看它的細緻 我都很開心 即是其實剛才我講得對 它是有細節的部分 但又不會去到過火 其實由頭到尾 每一部都是很多精細的部件 在裏面 這個我都懷疑它們設計師做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做到懶惰 不過我又想吐槽一點點 其實你會看到本身 特別是一個Heap 位 它都已經預先有一些 即是在這部電影我沒有留意的 Color tone 再傳過一點 是的 導演打手勢 就是哥帕文的專用金屬藍銅金屬 其實很漂亮 這樣看 在電影裡面也沒有 我真的看不到 其實很坦白 為什麼會這樣 但這裡已經有些相對應的著色 當然你套進去哥帕文 就當然是無限可極點 是的 我記得好像有一部十幾個件 是專門為合體用的 等一下我們合體也會用 未合體之前 我們還有什麼資料要補完呢 我說少少鬥一鬥之後的感覺 其實你真的要當它是玩具 千萬不要 你問我 你不要當它是Metal Build 出入金那類 即是市民 你可以喪樓和喪玩天坡 其實是可以的 關節也不用擔心 它的可動性其實是高的 不過 你在玩的時候 我肯定這樣說 一定會不停跌件 當你設定好一個姿勢 你就把它裝上去 你是玩設定姿勢 是的 沒錯 就不是玩扭扭靈靈 即是要早一點 大家要了解這件事 就不要 你一邊玩一邊散 我想起飛腳又不行 Sorry 這件事不是讓你這樣玩 是讓你設定一個可動的姿勢 我們裝了電芯之後 你發覺 燈了多少隻眼睛 是穿了紅色眼睛 另外呢 合體之後 我們應該會有引擎部分 和Opperman加起來 都還有著燈部分 先看看現在眼露這裡 按摩卡 看不看到它的眼睛有些細部位 會不會有些細部位 有沒有請問 它的眼睛 著燈周圍的都有些細部位 有些細部位 雖然我們不知道解像度 可不可以做到這麼理想 但是 都見到是有些 關鍵和開了分別 證明它都很光暗 對 光是夠的 而且有些細部位 不是只是一點紅色 可以 看到它的瞳孔 空狠的眼神 因為看電影 看電影的眼睛 全部的眼睛都有些細部位 不錯 好 燈就拍完了 有一點補充 德哥雖然有說了 讚他 其實這個狀態 對於處理玩具 機嫌 其實是有困難的 因為它不是一個直立式的形態 其實是難聽行 天火這麼過癮 完全是一個老爺的狀態 做出來 它是整個C字形 它還會咳 沒錯 噴一些螺絲出來 它的重心 其實我覺得它是拿得好的 雖然你說它有時候會搖 或者你擺得不漂亮 它可能會跌 但是 如果你問你設計上 你做到這麼大隻 這麼重量 而它有這樣的狀態 其實它的平衡 已經算是下降 你起碼不會鬆 這些不會鬆 這些不會鬆 整隻東西 就站得很穩 你真的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做第三隻腳 如果它有按鈕 可以 自從天火將自己的心臟逃出之後 看到一些組件 砰砰的聲音 飛到這個廣場 包括什麼組件 今次就全部展示出來了 其實這樣看也很好看 剛才我們在結合之前 我們將它拆散了 我們現在就給大家看看 原來拆出來 獨立也很精細 重點就是 這個 沒有用的部件 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 一會不會用的 OK 但很多細部件 將會和旁邊這位 人興奧帕文 很結合 但還要有更多部件 是 更多部件 一會轉頭 都可以讓大家看看 因為有很多東西 所以轉頭裝上去 那時候 逐件逐件給大家看 真的很多部件 好 那就開球了 好 來了 德哥 我們開始把 阿柏和天火 阿伯 不看 厲害 你們很小心 逐件逐件 慢慢拆 這個過程真的挺複雜 我覺得 肯定就不算變形 現在是 將天火的背景 拆出來之後 再陷入阿柏 其實本身跟回劇中 他的確是將天火的零件 飛到阿柏和紋身上組合 所以變成這件事 我又不抗拒 但大家的概念 就真的不要像玩 鞋子寶那一隻 去套下去 3-0這隻 他真的將天火 拆散整件東西 好像劇中一樣 飛到阿柏和紋身上 裝組 整個過程 對玩家來說 都是一個功課和挑戰 是的 的而且確 當然 如果你說有進入阿柏 本體已經挺好玩 也不會特別 剛才看到 我們要在阿柏身上 拆很多件 不過 亦都遇到一些位置 或者筍位也好 磁石位也好 去裝組整個天火 不過 欣賞廠方 其實我覺得這些產品 可能是可一不可在 因為 在生產成本 和考慮方面 其實都是非常多 要顧慮 雖然是很漂亮 但這個也好 我玩滿具 可以溫固之身 看回電影 原來機設 是下了很多心機 是的 當然 其實你問我這套戲 好不好看 我真的覺得一般 但是就是說 在本身 每一個角色 那種外觀 或者變形 我真的很喜歡 是很型的 我想 如果你喜歡這套電影系列的朋友 就真的很不同 就是把這個奧帕文 和天火結合 那種天下無敵的形態 表達出來 而在玩具產品 他真的做到這麼複雜 就算我們砌得很辛苦 也好 真的是辛苦 都覺得是很值 因為可能在開發的時候 其實那些開發人員 他們花的時間 我想一定不會讓我們少 多幾十倍 是 暫時還是在奧帕文身上 做一些準備 因為都有一句 本身 其實剛才拆下來 天火的件 都真的有 若干十件 所以 變成要陷上奧帕文 都真的要 第一 要小心一點 第二 當你安裝了的時候 很坦白說 絕對是 是沒有可能不跌件 很坦白說 你是一定會跌件 所以當你玩的時候 都真的留意四周圍 當你大吉利是跌了的時候 變成沒有那麼容易被地板精靈去剝奪了你那件東西 是 剛才都說得對 我們剛才拆出來 在天火身上 我想 差不多 化整為零 差不多 補手膏 都已經三四十件 然後 要把它分別砌上去 一定要看說明書 沒有辦法 不看說明書 基本上 你玩二三十次裝組 我相信都可以不看說明書 二三十次 可能過程 都是可以 和兩個朋友 一起去做 都挺有趣的 都可以這樣說 現在基本上到腳的位置 其實剛才大家看 天火拆開的散件 都看到本身 原本天火那雙腳 正正會做回 今次天火柏文的腳 所以 都要在裝組之前 就要把小腿的組件 連腳掌 先拆開 你才可以配合 天火那雙腳的造型 其實剛才都說了 本身真是說 為何天火那麼受歡迎 無論是機械人形態 可以這麼突出 做到一個阿伯 這樣的款式之外 本身它之前都掃過 SR-71 本身也是一架非常有名的戰機 所以整件事非常出 當然大家玩開變形金剛 都知道 本身天火這個角色 都是非常傳奇 坦白說 你怎樣順暢也好 半個小時是走不掉 因為真的 就著本體阿伯文 它有很多件要拆除 另外你要掉天火那些件 你又要些時間 然後再將掉天火的件 裝上阿伯文 又要些時間 所以變成了 都是那句 你玩半天一件玩具 即是多差 我覺得可以的 其實是值得的 因為你享受過程 整個過程裡面 我一邊組裝 一邊整 我們一邊看 我真的覺得 原來這件玩具 又不是自己贊自己行家 其實他們花了很多心 亂在當中 即是你就在那裡安下去 他們要想好 怎樣做到組合 出帽 工程 有沒有問題 賞息會不會脫油 刮花 哪些地方有什麼事 他們全部幫我們想好 越砌得多 就越覺得 嘩 真的 價值就從這裡走出來 是 好 我又回來了 時間關係 我們先砌砌部分 因為實在太多部分 即是時間關係 因為準備的部件的組合 都大大話話 到九個字 真的 所以觀眾打給我一個Like 或者是可以 有什麼 打傷 Subscribe Subscribe Like Subscribe Share 我一邊拍一邊覺得 真是很Respect 所有有份跟進這件事的朋友 真是賺了 現在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開始把天火的部件 慢慢一步一步加上 身體上 有點像穿上一套裝甲 會不會在頭三集 變形金剛的形態 真是最強的呢 應該是 應該是 因為它簡直是單挑 幹掉這個Fallen 然後手印這個墨加燈 基本上 都真的沒有誰 不會死在這個殺人狂魔手上 它穿甲之後會瞬間移動 這個形象 是否大家最喜歡的 座民營造 其實我又分享一下 本身就著劇場版 這個最初的形態 我又不敢說是最喜歡的 因為其實 叫做第五集 那個 完全跟任何貨櫃車 拉不上關係 就是武士的形態 我是最喜歡的 我只是計算機械人形態 第二 就是Bumblebee 那個是很漂亮的 反而這個 我不是說它差 但有比較之下 特別是頭的設計 我覺得得一般 好像烏眉黑碎 眼神 但是一配這個天火甲 整件事不同了 朋友當中 都有人喜歡這個造型 當然比較多人選 當然選Mobile 比較多 因為它無論是機車形態 又變得像真 即合理 機械人形態又型 我覺得很討好 現在真的很期待 變了天火之後 雖然我們現在在一起玩 但都知道出來是否有甚麼效果 多一句 大家在裝組的時候 記得留意客觀情況 甚麼是客觀情況 你那張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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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地有多高 附近會不會有很多古靈精怪的物件 阻礙著 家人會有貓 對 因為最重要的是 你原則上 沒有可能不跌件 所以當你跌的時候 能夠找回的情況 你要想定 那就會安全一點 還有真是說 阿柏文和天火 拆出來的部件 你都要仔細地分分清除 要不然你有時混亂了 擺錯了地方 你要再拆回 整件事挺痛的 是 左右那些真的要小心 左右不緊要 天火件和阿柏文件 不要混亂 雖然顏色上會很大分 但是 冬一件西一件 你想拆回 可能 我今天擺完天火紋 明天我又想拆開做天火和阿柏文 又找自己拆 就不要浸 沒有 你不是找青銀色的 Marker和打拆叉 對 狠狠 對 大家留意剛才分享的是 Walker Machine 他都要畫一些玩具 我剛才跟一個行內人 不開名的D君 他都說 由阿柏文加上 更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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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2,200多個阿柏文 好像不過2,000 D君也是專業的 聽說 很專業 也是變形界的神手 是的 他好像叫什麼變形金剛之虎 他都說 加上2,300多個 1,800元 可能是5,000元左右 那就有個可動的刀像 可動刀像 我喜歡可動刀像 是的 因為有些行家 都是從這個方向走 我又可以可動 又可以做到刀像的級數 是的 現在終於都玩到背部了 插上去的時候 因為本身那些筍位 都要幾夾才能塞進去 這個位置也比較難去用攝石 比較多是用柱位去造裝 所以觀眾們如果見到我們 有少少鏡頭移動 又或者稍後有少少鏡頭 不要介意 因為真的 我們用玩家的心態去造 是 真是玩 放在這個引擎內 還要放兩邊 其實當時見他 飛了所有的甲 去Apportment那裡 這幾抽大東西 做了他的翼和引擎 哇 感覺真的不太好 你問我一部電影 真的不好看 但在這段 戰鬥畫面 很吸引 我真的很壞 很硬 我真的要多謝Visio 他把我在幾個角度 看不到的東西 幫我重現出來 那倒是 其實 在整部電影 看回如何去表達Apportment 我不要只說Apportment 他們那些正所謂的戰鬥畫面 都很亂 很亂 真的 你摸一塊不重要 但你那些層次 大家互隔的時候 那種分野是做得挺差的 其實Michael Bay 初頭第一套《被人金剛》 都叫他被人稱讚一下 OK 那套《被人金剛》 每放月下 他好像都照了自己的名字 近來那套新戲 就挽回了一些明星 就是一個救護車 好像現在正在上 對 沒錯 護車那套 即是《被人金剛》 那套 即是《被人金剛》 那套 好像都找得回自己 但跟著他再駕駛 金剛又會怎樣 他又會發變 文說好像是有套 不能叫新 第六集 是呀 是呀 跟Bumblebee無關 就是第六集 回到Mickle Bay世界 是呀 有點害怕 坦白我真的沒有一套 我看得明白他的動作畫面 即是 他今次還要是《Beast War》 所以 究竟玩些什麼 到時才算 有機會都真的想訪問一下 Visor內部的設計師 project coordinator 其實他的資料 是怎樣找回來 在畫面 不是官方會給設定資料 其實不是想像中那麼理想 因為他們的目標是拍戲 雖然他會有產品 但他們沒有一個基本的紀任 他會有些檔案出來給你做產品 其實這個行業 前規則仍然發生著 你其實都是要靠自己去運作材料 還有那時候說明 其實有些是要靠自己猜 Hot Toys是一個好例子 變成了一些真真正正的外觀 外貌是怎樣 可能真的去到戲院才知道 還有之前我想Marvel給任何一間玩具製作商 都不會被捉了 都是給一些當時的 即是套戲上之前一年的正所謂 Final Design 你死吧 你擺出來 同套戲 即是當你出貨同套戲 當時完全 不要說叫兩馬子的事 但是從細節都已經很尷尬 所以見到某些武器 某些配件為何出貨 是不好的呢 原來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 Spider-Man 黑色那件Black Cosmary 你可以在這套戲上完之後 這麼快出 當然的確是有些出入 但是其實我作為一個玩家 我是喜歡 即是當你套戲上的時候 我還可以找到相關的產品 那種才是樂趣 本身其實都拆了不少 Opperman原本的小腿部件 將天火的部件 即是腿那邊的裝甲 裝上去 嘩 待會裝完所有的甲 真的要360度轉幾 雲 給大家看 那些情報量 學得過 那些紫細地方 真是在那裡 這價值 真的 所以公司也有提到 這個是專屬 Transformer系列的 3GC套 的支架 沒有了 你不用玩 真的不行 你普通在市面上 買了的架 怎麼撐 就算我刺到一個洞 你也不夠力 真的 真的 有雙腳的甲 可能有機會 真的要問回 VCR裡面的朋友 其實 可能有很多細節 都真的自己 自己 自己補完 補完之後 就等Hasbo 也要承認 是 是 是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是不是 審批的拳 在牌子部 是 因為這個 拉伸是他們的 是這樣的 剛才說 我們世界上 很多著名IP 都被一兩間大公司 垃圾 我以為是電影公司 做什麼 因為其實 如果我沒有記錯 其實電影方面 Hasbo 也有投資 好像 好了 其實就著 這個 阿柏文本體的裝組 都去到尾聲了 裝了 這個 天火的腳 踩到阿柏文的腳 就可以大致上 看到這個阿柏文 天火的形態 原來這個造型 有點像日本動漫 結合完兩隻機械影 變大了 這根本就是 是 是那個尾行 對 反而這個概念 我是想起 是 是 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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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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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戰鬥的時候 你是不可能看到 誰打誰 是 是 是 聽到一些古靈精怪的吵吵聲 是 還有個美女主角在跑來跑去 這件事重要 這件事應該的 是 是 我真的全部都是在玩具的造型裡 看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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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身 其實裝了 甲之後 坦白說 不算 對於 那個主體的 可動性 會有什麼大的影響 不過 跌 甲這件事就避免不了 所以 我也是強烈建議 你設定好一個非常型的姿勢 當你有什麼甲在當時整跌 之後 設定好姿勢 才安裝甲上去 就是玩這件事的玩法 不過有件事都要讚一讚的 就是當你裝了那時候 又不需要特別說很害怕 哪些位置很容易爛 這些路路 變了 在裝甲上去的時候 你都可以很努力地用力 將它狠狠地固定 在裝甲上去 好 好了 玩完一大輪 整件事真是很瘋狂 真的想說辛苦了 大牌也 是 瘋狂還瘋狂 都值得的 大家都看到 剛才已經有很多不同的close up 和很多一些detail的位置 整件事 是呀 我覺得真的超越了玩具 其實其中有一個心得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你最好設定好姿勢才裝甲 例如我們今次是企直 因為始終是想展示給大家看 那隻東西的圓形 我們是企直直去裝甲 但如果你裝好甲之後 如果要再動 的確是困難的 因為很多甲是磁石 你一動的時候 坦白說一定會跌件 所以我都完全同意 就是你先設定好姿勢 然後才裝甲上去 當然想完全享受這件東西的時候 你試試這樣裝一次 然後再裝上去 然後再換個姿勢 然後再裝上去 一天叫他這樣 已經很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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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用了 一千多件件 五十幾件件 加起來大概是四千多元 搞定 其實都算是這樣的 真的 不可以說 差點說 你不是每間廠都可以 承受起開發的過程 自己理解 這些東西 沒錯 真是說 Transformer的重粉 這一雙活補都不能離開 當然家裡有位置放 我們都 整個關公帳 真的要硬銷 這個不可再玩具 我覺得就是 不可再那麼誇張 我們看看右邊的QR Code 沒錯 沒錯 白黑時間 真是都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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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拜拜